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路边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阿弟诉说你的恩典 愿你在家里蒙耶稣的祝福 在主里面蒙恩 耶稣祝福你身体健康 我们一起提头讨高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这美好的机会 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全体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 把一下子的时间 对眼望都交托在你手里 阿们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 在彼得前书第四章 彼得前书第四章 第一节 基督既为我们在肉体受苦 你们也当 应当将这样的心作为武器 因为在肉体受过苦的 就已经以罪断结了 好叫你们在肉体中的时候 就可以不再随从人的情谊 只随从神的旨意 在四度过以下的光 然后呢 因为我们往着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 血硬 醉脚 狂欢 酒硬 并可称 真的拜偶下的事 时候 已经够了 他们在这些事上 建你们不与他们同奔 那泛断无度的路 就以为奇怪 毁谤你们 所以 我们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会被人家辱骂 毁谤 是因为呢 他们妒忌我们的生活 他们妒忌我们的行为 他们认为呢 我们是 稀容 稀伪 我们是假装 所以呢 一个有所作为 有所成就的基督徒 极容易 招人妒忌 紧接着妒忌而来的 就被人家辱骂 和毁谤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人家会妒忌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思想 完全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觉得 我们很奇怪 为什么 他要这样子对我 有人问我 牧师啊 你们为什么要帮助这些人 没有事情做吗 你不觉得浪费很多钱吗 其实呢 我说帮助这些人的 是主耶稣 不是我们 而是主呢 接着 我们的资源 接着他祝福我们的财物 我们去帮助别人家 对于不信主的来说 我们是大笨蛋 每个礼拜天 有一辆大车 去接那些老人家 从瞎眼的 老人家的 走路不方便的 都把他接到教会 来听神的话语 又送他们回家 所以 在别人看来 我们是神经病的 他妒忌我们 认为我们呢 过分 没关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上帝 和我们 同在 我们看看 再注意 摩西是上帝的仆人 然后呢 上帝和他 说话 他的哥哥 亚伦和姐姐 迷利 暗音妒忌他 就毁谤他 一直上帝向他们 发诺 对不对 那 从这件事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 摩西是那么伟大的 一个完全 上前有 上前呢 有人会辱骂他 毁谤他 你看 摩西啊 他是要行神的工作 他要带领 伊斯列人离开埃及 然后呢 他也受到压力 受到毁谤 受到辱骂 那 所以呢 你不要说 牧师啊 我成了基督徒 为什么 这么多问题 我成了基督徒 为什么人家辱骂我 我成了基督徒 为什么人家妒忌我 没有关系啊 以前这些人 都是被人辱骂 被人家 误会 那 你看 第二呢 毁谤摩西的人 是自己 最亲密的人 是他的姐姐呢 上帝啊 你为什么跟他讲话 不跟我讲话 妒忌 妒忌什么呢 妒忌 为什么上帝只跟摩西聊天 而不跟他们聊天 那你要反想一下 你的生活 你的性格 你的思想 你的人生的目标 是不是像摩西呢 如果你不像摩西 你就不要 妒忌 有人问我牧师 为什么他 没有什么做 但是神很祝福他 我拼命的做 我又做不起来 我说你不要看外表 你看看他内心 他怎么样爱主耶稣 他怎么样侍奉主 你呢 有一点钱了 就忘记了 不来教会 有一点钱了 不要参加查经班 所以很多人 只会妒忌人家 自己没有检查 自己的生活 所以呢 成为一个基督徒 不要像亚伦 不要像这个摩西的姐姐 妒忌 摩西的姐姐 叫做米利 妒忌摩西 第三 他们毁谤的 都是出于妒忌 没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神不跟我讲话 为什么神不爱我 第四 他们的主骂 毁谤 上帝是听见了 摩西呢 谦卑 忍耐 地面对毁谤 最后呢 上帝也因此更加肯定 他的领袖的职份 所以 当你受妒忌的时候 不要以牙还牙 以恶报恶 不要 我们接下来 圣经说 他会为我们战争 他会把我们的仇敌 把他给战胜了 因为我们的 耶和华 帮助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盾牌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必难所 当时人家毁谤 虽然就骂 妒忌的时候 来到主耶稣的怀抱 告诉他 主啊 我爱你 虽然他们毁谤我 他们讲我的不好 主啊 我还是爱你 我把我的身边 都交通在你手里 哈利路亚 阿们 好 我去提供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主耶稣 坚显了我们 成为你的儿女 谢谢你主耶稣 带领了我们 成为一个基督徒 让我们受到可能 在世界上的辱骂 侮辱毁谤 但是主耶稣 我们还是要 永远地爱着你 求你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所讲的 他们所做的 他们妒忌 就要 祥福他们 再次我们 谢谢你主耶稣 祝福我们的国家 再次我们 为我们新加坡 弟兄姊妹祷告 新加坡的这个疫情 现在比较严重 求你圣灵 感动 带领 祝福 让我们新加坡弟兄姊妹 每一个都 被你的圣灵 你的天使 保守着 祝福 不会得到 这个新冠病毒 谢谢你主耶稣 我们也帮 马来西亚弟兄姊妹 对阳光都交错 在你手里 主啊 这个疫情 使到马来西亚 每一天都有几千名 主啊 求你帮助 帮助我们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谢谢你主耶稣 我们奉耶稣的名 祷告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